综合合联邦国防部在5月12日发布的两则关于 核武装部队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简报内容 自2月24日行动开始 俄军已摧毁乌克兰方面3022辆坦克装甲车辆 1479门深管火炮或排击炮 366门多管火箭炮 304套防空导弹系统和2832辆特种军用车辆 在空中击落或地面击毁164架各型飞机 125架直升机和827架无人机 简报中继续通报了自5月11日夜间 至12日昼间俄武装部队部分行动内容 在这期间俄空天军使用空射精确制导武器 打击了切尔尼格夫州 诺夫哥罗德 谢维尔斯基地区和顿涅茨克 索莱达尔地区的八处指挥所 72处冰原核装备集结点和6处弹药处存点 以及摧毁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的 乌军美制反炮兵雷达 俄方称在以上的打击中 消灭了约490名乌克兰武装人员 和113件军用装备 俄军航空兵部队以及武装直升机部队 打击了包括卢干斯克 弗鲁波夫卡地区在内的 160多个冰原核装备集结点 以及乌军的燃料处存设置 此外还在奥德萨地区击毁了一座 S300地空导弹系统的雷达站 以及在哈尔科夫州 克拉斯诺帕弗洛夫卡地区 摧毁了一处炮兵和火箭炮兵弹药库 俄炮兵和火箭炮兵部队 则继续炮击了700多个无军事目标 包括19处指挥所和33处炮兵阵地 摧毁了哈尔科夫州 科罗地奇地区于多利纳村附近的 S300地空导弹发射车 以及在哈尔科夫地区 和顿涅茨克的斯拉维扬斯克附近 击毁了三辆龙卷风 300毫米远程火箭炮发射车 和两处弹药储存点 俄防空部队在11日夜间 与12日白天在多个地点 击落了18架乌军无人机 和20多枚龙卷风300毫米火箭弹 在这当中还包括在蛇岛地区 击落了含一架 百拉克塔TBR的两架无人机 综合社交媒体上的消息 卢康斯克武装部队在俄军的配合下 从已经夺取的卢比日内 以及沃伊沃多夫卡 对北顿涅茨克进行试探性进攻 而当日乌军声称 在北顿涅茨克利西昌茨克城市群 以西的北顿涅茨河上 一处俄军试图渡河的地区 遭到了乌军炮兵与航空兵的打击 乌克兰方面发布的照片中显示 该第一处门桥在打击中受损沉没 河流两岸遗留了数量较多的车辆残骸 这些残骸中包括坦克步兵战车 装甲运输车与卡车 有分析称 从数量较多的BMP1步兵战车残骸中推断 这批装备很可能属于 卢康斯克共和国武装的机械化部队 这也将是卢康斯克方面自开战以来 较为严重的一次损失 而另一方面也有来自 俄罗斯的社交媒体频道声称 俄军仍然尝试在其他地区渡过北顿涅茨河 综合12日社交媒体上的消息 一些新的外国武器 已经交到乌克兰武装部队手中 或抵达乌克兰 其中一则视频显示 来自捷克的122毫米RM-70火箭炮 已经出现在了乌克兰境内 而M-70是捷克斯洛伐克 在BM-21冰雹上改进的自行火箭炮 采用了捷克泰托拉T813载重汽车底盘 此前捷克还曾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数量的T72坦克 与BMP-1步兵战车 另外一则视频则显示 乌克兰军队已经接收了数量不明的M113装甲运输车 不过从车体特征看 也可能是M113的后续型号 AIFV装甲运输车 外界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回应仍在持续 据核心社报道 德国企业西门子在一则新闻稿中表示 该公司已开始减少其在俄罗斯的活动 西门子首席财务官表示 我们宣布决定有序的结束在俄罗斯的工业活动 西门子自3月起停止了对俄罗斯的国际交付 与在核开展新项目 目前俄罗斯境内 莫兹科至圣彼得堡的高速铁路 就采用了西门子提供的有损耗高速动车组 该列车基于德国铁路ICE3型列车 为适应俄罗斯运行环境而进行了高含化改造 并将轨距修改为1520毫米 西门子将在13日起退出核子企业 并终止与俄罗斯铁路公司的维修服务合同 为此俄罗斯铁路公司表示 在与西门子的合同结束后 有损耗列车的运营与维护工作 将在俄罗斯铁路公司的管理下独立进行